髒空氣洗臺 醫師教你怎麼緩解過敏性鼻炎 運動後後腳筋痛 小心是根腱斷裂前兆 肌炒症孔治失能 從兩方面下手改善 想要增肌減脂蛋白粉怎麼吃 營養師這樣說 歡迎收看黑豬news 帶你掌握一週健康大小事 我是主播王千玲 每年東北季風南下時 會夾帶大量的境外污染物來到台灣 嚴重影響到空氣品質 一旦空污嚴重 可能傷害到我們的肺部以及呼吸道 尤其如果你是過敏性鼻炎的族群 小心症狀讓你更加的不適 該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們有請耳鼻喉克的醫師來替我們解答 東北季風南下時 容易狹帶境外污染物進入台灣 如果是有過敏性體質的人 就容易發生打噴嚏、流鼻水、鼻塞等症狀 過敏性鼻炎 它本身是指一個叫做過敏性 一個叫鼻炎 所以顧名思義它在鼻部有一些炎症的反應 那其實更精確來說 它是在鼻部有一個第一型的過敏反應 主要是由我們所謂的IgE抗體所引起的 除了空氣污染之外 造成過敏性鼻炎的原因還有很多 台北慈激醫院耳鼻喉克蔡游仁醫師這樣分析 第一個就是空氣污染 空氣污染包括著一些懸浮微粒的問題 以及有這個比較有害性的氣體 那另外一個部分應該是我們的過敏原 在台灣其實最常見的是我們所謂的節肢動物 也就是塵蟎 另外的話還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我們的霉菌 那另外就是最後就是一些貓狗的一些皮屑 那這四樣東西只要它漂浮在空氣中 被有過敏體質有過敏這個鼻炎的病人吸到 這些症狀就會加劇 要緩解過敏性鼻炎的症狀 生活上的預防也很重要 我們在有這個COVID-19之後呢 大家都有戴口罩的習慣 那其實戴口罩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阻絕一些過敏原或者是比較大的顆粒 進入到我們鼻腔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另外也可以避免一些比較冷 或者是比較有溫差比較大的空氣 進到我們的鼻腔 那相對一些症狀也會比較緩解一些 蔡優仁醫師也提醒 如果過敏性鼻炎已經嚴重影響到日常生活 還是會建議民眾到醫院 尋求專業的醫師協助 黑猴健康 江宏倫科盛會台北報導 剛剛說到如果空汙嚴重的時候 過敏族群要盡量避免外出 但如果這時候要運動的話 首選絕對會到健身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到健身房運動的習慣 黑猴健康也上街頭來實際詢問民眾的看法 現在每天都會吧 就是促進代謝吧 有啊 我現在就是要去運動 泰拳 有氧為主 無氧太無聊了 而且太累了 有啦 現在是差不多一個禮拜 至少去一次運動 建立運動的習慣 不然是室內比較多 我覺得室內都運動很重要 都室內 我不喜歡曬太陽 都可以啊 看天氣啊 空氣汙染的話 就經常在家裡面飛輪 或者是做瑜伽 庫外就是要看時間 因為有時候時間沒有辦法 就只能去比較近的地方 因為我有上過那種像 大型連鎖的 我就是那一種運動傷害 然後我就發現我的膝蓋積水了 因為我是一對一老師指導 所以比較會少遇到那個問題 就是會穿可以舉重的鞋子 拉筋之類的 就一定會暖身啊 原來有這麼多民眾都有運動的習慣 但還是要提醒大家哦 運動時一定要避免身體的傷害 像是啊 先前亞運的體操選手名將唐家宏 就在練習時出現 阿基里斯劍斷裂的不幸消息 其實不只是專業的運動員 連一般的民眾在運動時 也要小心發生阿基里斯劍斷裂 但我們該如何預防 以及有哪些警覺出現時要注意 我們有請骨科醫師來替我們解答 運動受傷百百種 但阿基里斯劍斷裂 可以說是運動員 最怕發生的運動傷害 附帶醫院骨科徐德凱醫師這樣分析 就是阿基里斯劍 它其實就是肌肉延伸的肌腱部分 它其實在後腳跟 它粗度其實是人體最粗的一條肌腱 它承動強度非常的強 那一般來講就是做一些推蹬的動作 跑跳衝刺動作 它這個肌腱就會被拉扯到這樣子 一般來說 阿基里斯劍可以承受身體10倍以上的重量 但還是有一些運動要特別留意 從我們遇到真的鍛鍊要到開刀的程度 大概最第一名還是羽毛球 然後再來第二名可能是籃球 再來就是網球 這些運動大概都會有一些特性 就是你需要急停 需要變相 所以那個肌腱就會很大力被拉扯 這三個大概是我們目前最常見到的三種運動 徐德凱醫師也提醒 如果有出現這些症狀就要特別小心 如果你真的有些慢性的腳跟痛 或者是跟腱覺得很緊的情況 那大概就是 我們其實摸到腳扣根大概都會摸得出來 就是腳扣根比較凸起 然後有些腫快 然後發炎的話 尤其長起來會特別痛 拉一拉會比較舒服那種病人 就要稍微小心 只要有發炎的情況 就要認真去治療它 肌腱發炎或是撕裂 通常可以透過人體自身修復 但如果完全斷裂 就必須透過手術治療 就我們可以最近做超音波檢查看看 看看它整個跟腱是不是真的有發炎的情況 如果有的話 大概就是也是做一些物理治療 慢慢做讓它恢復 因為肌腱都是會修復的 除非累積太多了 然後它已經做到無法修復的程度了這樣子 所以透過一些肌肉的舒展 然後跟腱的放鬆 大概都可以達到一些治療 然後不用到開刀的程度 運動前一定要做好暖身 如果不幸發生運動傷害 建議還是要找專業醫師評估治療 黑猴健康江宏倫科盛會新北報導 除了預防運動傷害之外 後續的營養補充也很重要 近年來最流行的就是蛋白粉 尤其是許多健身族群的最愛 但是蛋白粉該如何補充 後續補充後又有哪些該注意的呢 我們有請黑猴營養師來替我們解答 主播好黑猴News的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黑猴營養師劉思宇 增肌減脂是現在的流行趨勢 很多愛健身的人都會靠喝乳清蛋白來補充蛋白質 什麼是乳清蛋白呢 它其實就是從牛奶中提取出來的一種蛋白質混合物 在市面上的乳清蛋白 主要可以分成三個種類 第一種叫做濃縮乳清蛋白 是最常見 那價格也是裡面最便宜的一種 適合絕大多數的民眾去做使用 第二種是分離乳清蛋白 它是多了一道加工的技術 把牛奶中的乳糖和脂肪去除掉 所以熱量相對比較低 適合減重的人 運動員或者是有乳糖不耐症的患者去做使用 最後一種呢是水解乳清蛋白 它是將乳清蛋白再分解成更小的氨基酸或者是生態 那這樣子比較好消化吸收 所以適合腸胃功能比較不好的人去喝 很多民眾會好奇說 蛋白粉到底可不可以用熱水去沖泡 答案其實是可以的 用熱水沖泡蛋白粉 雖然不至於會影響到裡面的營養素成分 也不會讓裡面的營養素流失掉 但是一般來說還是會建議 不要使用超過80度C以上的水去進行沖泡 會比較好 因為太熱的水會容易讓蛋白粉結塊泡不開 進而會影響到喝起來的口感 還有民眾會詢問蛋白粉到底可以吃多少量 其實這個量主要還是取決於你的每天 蛋白質攝取量還有運動強度而有所不同 如果你想要長肌肉的話 一般來說會建議你在運動後 特別是重訓後去補充20到25公克的蛋白質 但是每一家廠商做出來的乳清蛋白 裡面的蛋白質含量都略有不同 所以這個時候會建議你翻開背後的營養標示 查看裡面的蛋白質攝取量 再自己去做換算 這樣的方式會比較好 最後營養師也要提醒的是 腎臟不好的人如果吃太多蛋白質 其實是會加重腎臟的代謝負擔 所以一般來說會建議 未洗腎的慢性腎臟病族群 要限制飲食中的蛋白質攝取量 如果你要補充的話 建議一定要去諮詢你的腎臟科醫師 或者是營養師這樣子來說會比較好 想要知道更多營養相關的資訊 請記得持續關注我們 運動加上適當的營養補充真的很重要 因為人到了30歲以後 肌肉會快速的流失 尤其到了50歲 這個流失的速度會比年輕時快了兩倍 所以當你老了年長時沒有定期的運動 小心產生肌少症 預防剩餘治療 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請專家來跟我們說 根據內政部統計 2022年台灣65歲以上人口 約佔比17.56% 面對超高齡社會的來臨 急遭警覺肌少症前兆 也能協助從根源減少老年失能問題 那因為肌少症會造成肌力和肌肉量的下降 所以呢第一他的行動能力會變差 還有就是肌力方面 那我們比較常見的就是用握力去評估他有沒有肌少症的問題 我們可以就是看說 他的臉毛巾有沒有辦法臉乾淨 如果沒有辦法臉乾的話 那可能就是有肌少症的情況 那此外還有就是包括肌肉量下降造成的體重下降 假設這個病人或是這個人他沒有想要刻意去減肥的話 每半年少大概5%的肌肉量或是體重 那就是有可能是有肌少症的情形 那最後因為活動力下降 也可能導致他比別人容易跌倒 所以如果一年中如果兩次以上的這種跌倒的情況 那就要懷疑他是不是有肌少症 肌少症如果沒有及時處理 不僅可能連帶增高骨質疏鬆風險 也可能影響血糖穩定 讓代謝症候群問題接種而來 要怎麼預防或改善 可以從運動和飲食兩大面向著手 運動面向方面 我們可以在生活中加入主力運動 和優良運動 那主力運動就包括一些彈力帶運動或是舉重 那我們會希望說這個成年人 至少每週可以做兩次的主力運動 那每一次就是有2到4組 然後2到4組內每次8到12下的這些主力運動 飲食的部分我們要攝取就是蛋白質跟維生素D 那蛋白質在我們過去研究就是知道說 大概在攝取每公斤每天1.2到1.5克的蛋白質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維生素D 那維生素D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可以曬太陽 沒有時間去曬太陽的話 那有些人會用飲食補充嘛 那飲食補充就可以去找一些乾香菇啊 或是黑木耳 鮭魚這類的食材 許子恆醫師提醒營養保證品只能用來當作補充 最主要還是需從飲食中調整 才能解決營養不均的問題 黑豪健康賴欣平新北報導 年強者除了要注意肌少症之外啊 現在有越來越多研究發現 肌少症跟骨質疏鬆兩者是有關聯性的喔 但什麼樣的原因會造成骨質疏鬆 土姐健康帶你一起來看 土姐健康 黑豪 骨質疏鬆潛藏危機 六大危險族群要注意 我這麼年輕應該不會骨質疏鬆吧 欸這可不一定喔 看你常常喝咖啡又不愛運動 你是相當有機會的耶 這這也有關係 那那有什麼前兆可以依循嗎 很難喔 因為骨質疏鬆被稱為無身之症 平時沒有任何徵兆也沒有症狀 那那我要怎麼知道自己是不是高風險族群啊 因為現代人生活方式改變 所以骨質疏鬆越來越年輕化 有六大高危險群要注意 第一 過度減肥 欸 現在身邊很多朋友都瘋狂減肥耶 原來過度減肥對骨骼也有傷害喔 因為體內如果蛋白質缺乏 就會導致骨基質蛋白合成不足 讓心骨生成減少 蛤 聽起來好嚴重 而且過度減肥可能造成脂肪缺乏 也會間接導致持激素的缺失 讓骨頭變得更脆弱 是說女生是不是更容易骨質疏鬆啊 沒錯 更年期停靜後 女性荷爾蒙缺乏也會加速骨質流失喔 看來我現在好好多運動 多曬太陽 其他像是長期服藥的人也要注意 因為一些特定藥物也會引發骨質疏鬆 再來就是像糖尿病 肝臟疾病 腳雙腺抗進這類疾病也可能有相關喔 還有你剛剛說是不是太常喝咖啡 不愛運動也會 喔 有在聽喔 好啦 最後 老年因為消化功能變差 營養吸收不足 也可能加快骨質疏鬆 那我現在是不是趁年輕要多補補 現在就跟我去運動吧 再忙也記得讓身體動一動喔 更多精彩內容不要錯過接下來的黑猴瑜伽 我是主播王千玲 更多健康新知請鎖定黑猴NEWS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 再會 3C使用眼睛也可以很健康 只要保持距離分段的使用 適當的休息就可以了 祝大家眼睛能夠健康 如果你想要關注更多的健康訊息 多多使用黑猴健康網 謝謝 Namaste 大家好 歡迎來到黑猴瑜伽教室 我是唐欣老師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訓練我們的核心 喚醒我們的核心肌群吧 準備好了 我們就來到墊子上面 今天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需要大家跟我一起遵守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啟動我們的根鎖 把你的腹部有一個向上提高的力量 本來是放鬆的 我們把你的腹部輕輕的向上提 第二件事情是一定要保持你的呼吸 所以等一下在做的時候 你可以跟我一起數數 或是記得自己數數的時候就要吐氣 換氣 好 再來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一定要保持你的手臂 輕輕的夾進來 很像是我們前面有一個水管 你要把它往下折 所以你的腋下會內寒 像是夾一顆乒乓球一樣 放鬆你的肩膀 下巴輕輕的寒進來 讓你的脖子後側延伸拉長 頭頂有一個向前的力量 所以我們就比較不會聳肩 掉脖子 我們把你的脖子後側拉長 抑下輕輕的內含 好 準備好了 我們就來到四足跪姿 讓你的手肘在肩膀的正下方 好 膝蓋輕輕的打開 大概是含兩顆拳頭的寬度 好 準備好了 我們就把你的左腳腳掌踩在地板上面 右腳輕輕的向後踩 保持你的屁股 大髖關節保持平衡 跟你的肩膀對齊 左手向前延伸 感覺你的手腳向前後拉伸 我們停在這裡 脖子前側 脖子後側延伸 頭頂向前 拉向天空的感覺 2 1 3 1 3 2 2 1 3 2 4 1 4 1 4 1